罗伯森这场4分01决赛进入了决胜盘 阿尔利文在前面4比1领先的情况下没能赢下比赛 被对手连班了三盘 这个球 开干之后这个红球堆的状态看起来也不错 另外的一颗红球呢左边底带呢也就被让了出来 哦果然 在这种比较困难的干法之下呢 赛利文也出现了失误 好球 那是白球往非球点这边跑 罗伯森非常的敢打 我这个红球还是角度非常大 看看是打篮球轻轻的打 推下去吗 看看咖啡球有没有能够挡到刚刚他瞄的这颗红球 好球 这个球非常漂亮 非常好球 非常好球 阿尔利文把这个球推进了 好球 打得很大 打得很高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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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6 红球轻轻的薄紧,一裤呢,来较蓝色球 7 力量稍稍的走多了一些 響鐘 这样一来,后面的红球再打起来的难度就要小得多 都可以围绕黑色球来走位 高杆推两裤 25 26 33 又是换到了左手 哦,这三球有些拖大 毕竟是决胜局啊 如果用左手来打,出现了失误 距离 这些拖大 法定人數不足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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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能作 lecturer 内尔罗伯特尼 41 防得更好 沙利文也没有进攻 把白球藏在黑球后面非常漂亮 而且红球呢又跑到了绿球的附近 再来看一下奥沙利文这个斯诺克 这也是罗伯森在刚才那一干呢 反复看了半天 还是给对方留下一个 非常清楚地做斯诺克的线路 有点赞得出对方 有点赞得出了 就是与尔罗伯森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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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点赞得出了 对我刚刚看了半天啊 也觉得这杆球确实非常的难救 我们看只能够选择 准备三裤还是这个角度很难算到 对他应该是想用两裤 还可以再叫到篮球 好的 这样篮球再摆回来呢 就可以利用现在白球的停的位置刚好可以 或者是叫绿球左边的底带 还是去K球 漂亮 这个位置撞的是恰到海处 这样的话这一盘应该是不会有什么意外了 赢得了这一盘非常好的机会 7 好 好 12 15 这样奥沙利文是赢得了这场四分一决赛